在桃园区东浦公园中的市民活动中心 今天举行上凉典礼 活动中心总楼地板面积约206平 工程经费2300万元 预计在今年5月完工 完工之后可以提供附近的居民休憩或者是会议场所 并且结合了附近公园设施完善整体休憩空间 东浦公园中的市民活动中心今天举行上凉典礼 规划提供成长教室、社区光怀以及西级的长照据点等功能 方便市民朋友集会或是举办活动 打造健康的社区环境 预计在5月完工 桃园区东浦里的东浦活动中心 位于东浦的公园 既有的公园范围内 这栋活动中心今天上凉 我们预计会在今年的5月会完成对外开放 那届时在这个两层楼的这个活动中心规划里面 我们有西级的长照以及这个关怀据点 当然有礼集会所 活动中心以节能环保的绿色概念为设计主轴 与公园景色融为一体 也建置户外相关的体育设施 附近的连接道路也拓关 提高民众的生活品质 后续也会作为影法俱乐部或老人工餐使用 以及提供学童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 并且串联小快溪虫坏区等发展 带动桃园地区生活品质的提升 投赢有些新闻林瑞峰投赢成获得